接下来带您一起来了解王仁义居士的骑石收藏 长期收集骑行义石的王仁义居士表示 一次前往巴西购买特殊石头石 一只石化鱼救了他一命 一条鱼 鱼的化石 当时我是从资料上查到 然后我坐飞机到巴西圣保罗去 圣保罗找当地的华人导游 带我到小村庄墓地地去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是下着25天的大雨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之前已经下25天的大雨了 到墓地地的时候 一看 哇 怎么下了大雨 然后找了当地的一个干嘛店 我们讲说小杂货店 问那老板 然后我问他说 我们这里有那雨的化石可以买吗 他说有 但是数量多少不晓得 他就跟我指方向 我自己去找了 结果在那个地方 当然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去买的时候 他拿出来12条 12条鱼里面只有我看中那一条鱼 但是目前在我这个展规室里面 那一条鱼可以讲说对我非常震撼 为什么 因为买了那条鱼货 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 结果那个村庄就没春了 就没春了 那时候那个一刹那 我真的深深感觉到 人生无常 那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有时候都会想起那件事情出来 如果我今天 如果说再耽搁下去的话 可能我也再见了 也没有办法继续收藏我的兴趣 这次奇异的事件 让王仁义居士体认人生无常 更应该把握当下 十方新闻王仁义居居林高雄采访报道